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两年前跟前夫离婚 离婚之后他就在去年 把给前夫的债权借据偷走 偷走之后找了竹联邦大哥去暴力讨债 然后一共有九个被害人 就是等于说有九个被害人欠他前夫钱 然后他就把这个借据偷走 偷走之后找了帮派分子去跟这九个人要钱 然后这个帮派分子就进入社区去恐吓逼迫还钱 然后遇到不还钱 他就去张贴邪寻专刊 公布长相姓名 那这样来处理 好这个议题其实很大 他也涉及的有一些法律问题 所以我们逐步来跟各位讨论 人家讲 借钱这个不难 讨钱才难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有人来跟我们借钱的时候 他的态度跟事后我们跟他要钱的态度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我们有时候遇到借贷的问题的时候 会有一些事情要注意 那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概都比较清楚 我都会建议做什么事 我之前曾经讲过 我说我不带赘述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之前的 我们News98有一个YouTube平台 上面有一些我过去讲过的话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当借钱 借钱不用讲 然后借钱很简单 就是你要不要借人家而已 当我们决定要借的时候 什么东西最有用 本票 那我们上回讲过 本票要记载的有什么 如果要复习一下 就是金额 然后本人要签名 还有所谓的发票日 这三个一定要写 其他的可写可不写 有写可以 没写可以 但这三个是本票的必要要件 本票最好 因为本票可以做本票裁定 本票裁定快又有效 那当然你说那律师没有钱怎么办 没有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你在借钱的时候 凭证很重要 本票最重要 再来借据 那借据呢 各位再注意一下 借据一定要写说 并当场交付多少钱 要写上去 为什么 因为在法院里面 曾经有人抗辩过说 哎 法官啊 我是有签这张借据没错 可是我没收到钱 好 那假设我们不是用汇款的方式 我们是用拿现金给人家的方式 那在借据上面说 哎 甲跟乙借新台币十万元 以此为证 然后签名 结果并没有写说 而且乙已经收到了十万元 如果没有加这句话 有时候有些债务人 他就会说 我没收到啊 请债权能先举证 我有收到再说 所以借据要特别注意 要写上这句话 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第二种模式 那第三种模式 当然什么都不写 什么都不写 你说证明借贷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 这个真的有很困难啊 好 另外有一种走偏门的方式 叫做保管条 我跟各位讲 我非常不赞成这种东西 他这个概念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他就是说 比如说某人要跟我借钱 我就跟他说 来来来 不要写借据 不用写本票 你给我写保管条 什么意思 我交了十万块给你保管 保管 那就这样做处理 那接下来呢 这个人当然就拿了十万走嘛 结果 后来这笔钱 当然是花掉了 要不到钱 这个债权人啊 就去地检署告他侵占罪 各位听懂了吧 因为借钱还钱 其实我以前就跟各位讲过 借钱不还 是不是一定叫做什么 诈欺 没有这回事啦 举例来说 很多听众朋友喜欢问的问题就是 诶 那个某人欠我钱 他答应明天要还 结果明天没还 我会不会告他诈欺 当然不行啊 借钱还钱是天经地义 但是他没有还这个钱 可能他临时调度有问题嘛 你不能证明在 交付金额支出 就有诈欺的范益 这个太难了啦 所以当我们在考量 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会说 既然借钱还钱 这么不容易构成诈欺 我就请他写保管条 写完保管条 如果他不还 你看嘛 他是保管我的钱嘛 那保管我的钱 结果他借钱不还 我就可以告他 轻赞哦 这样子 各位这个是很多人想出来的歪理啊 什么叫想出来歪理 这可能会害告诉人会变诬告罪哦 为什么 各位想想看 检察官一定传那个人去嘛 那个人会讲什么 那个债务人会讲什么 他会说 我根本不是保管他的钱啊 我就是跟他借钱啊 那检察官当然会问 那你为什么签保管 然后他叫我签我就签啊 好这样的答辩当然很弱 什么叫答辩很弱 那个就跟 我们去提告的时候 检察官或法官问说 你为什么签这个为什么签那个 他就说 那银行圈起来叫我签我就签啊 我契约根本都没看 通常法官就会不太高兴说 那如果你签的是卖生气怎么办 当然这是开玩笑 卖生气在法律上不合法啦 民法75条 违反公序良俗 这个无效啊 可是 我跟各位讲的是说 这问题是 不是只有在于我刚刚所讲的说 啊这个圈起来你把它签名 然后这个东西 呃不能作为抗辩 而是说检察官接下来就会问 那个债权人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真的有钱交给他保管吗 还是真的要借钱 那当然 当然那个提告的人都会说 对啊我是真的交给他保管 可是检察官不会这样 就放过那个告诉人 他会接着继续追问他说 保管 保管的原因在哪里 你自己有保险箱 你可以存银行 你为什么交给他保管 我跟各位说 如果告诉人回答不出 检察官这些犀利的问题 后面坦诚说 没有啦 其实我是借他啦 各位 这个就有可能构成诬告罪 为什么 因为捏造事实嘛 我们上次跟听众朋友也解释过了 什么叫诬告罪 诬告罪不是告不成人家 被告不起诉就构成诬告 不是这样的 而是告诉人捏造事实 导致被告后来不起诉 那这个部分当然会有所谓的 这个诬告的可能 那这个诬告的可能 诚如我刚刚所说的 你说你本来这个部分 就是单纯的借钱还钱 是借钱喔 结果你说是保管喔 那这种说法当然就是捏造事实 因为事实是借钱 而不是保管 你却跟检察官说这是保管 就是捏造 所以这是一个很多人想出来的偏方 意图说让对方将来有可能 构成侵占罪而想要还钱 可是这我不赞成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欠钱还钱大不了拿不到钱 犯不着去犯上一个诬告罪 所以像刚刚讲的这几个部分 听我朋友要先有前提 知道借钱是怎么回事 好那往下 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这个女生偷走了别人给前夫的借据 去找别人讨债 我跟各位说借据这种东西能不能去讨债 甚至委托别人讨债 其实我个人会认为 当然可以啦 没有什么不行的啦 可是最好的方式 还是先要拿到所谓的法院的判决 或者支付命令的裁定 你有这个确定判决或确定的裁定 去做强制执行 这才是真正的方法 而不是拿一张借据就拜托别人去做 为什么 我跟各位讲 通常我们拜托别人去做啊 当然如果别人顺利还钱就没事 如果没有还钱 如果没有还钱 这些我们委托的人去做一些非法的手段 例如像恐吓 暴力讨债 这些问题到后面都会回归到这个委托人身上 我真的跟各位讲是这样 那例如说地下钱庄呢 我们委托他去帮我们要钱 结果他们就把这个债主绑起来 什么叫绑起来 就把他绑到山区去 妨碍自由 甚至所谓的恐吓 还殴打对方一顿 各位啊 这个到时候都会变成是委托人一起变成共犯 那他委托人可能会说 没有啊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可是法官或检察官通常会问对方一件事 那你为什么不找律师啊 请问你找你的朋友 或者找这个所谓的债权顾问管理公司 你今天你图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去做处理 那我们心里的 欧维使心里的想法是说 我就是要不到 我知道司法正式的司法程序没办法帮我拿到钱啊 我才会去找偏门的啊 可是法官跟检察官不会这样想啊 他们想法会觉得说 你要得到钱要不到钱是一回事 但你找偏门你就得负责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冤枉 对于委托人来说 他会觉得我根本没有要求他们去做这个事 但是检察官跟法官的想法是 当你委托他们隐隐约约就有这个意思 对吧 不然你找他们干嘛 他们难道懂法律吗 不懂吗 他们难道是律师吗 不是吗 他们难道有走法律的正当程序提告做强制执行吗 没有吗 那既然他们都没有 跟你宿媚平生 为什么今天你会委托他 可见你看上了他们非法暴力讨债的能力 也因此往后他们所作所为 基本上跟我们都是相关的 也就是说他们做了恐吓的事 做了伤害的事 做了妨碍自由的事 法官跟假官都容易把这件事 跟委托人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倘若真的发生了这个问题 基本上来说 不要去做 就是不要去委托这些非法的 或者委托这些所谓的资产顾问管理公司 去帮你做这些事情 因为后来会发生什么事 通常不是我们能掌握的 但是后果却是我们要一起负责 那当然以这件案子来讲 什么协询专刊 公布长相姓名等等 这些部分会不会违法呢 这个部分倒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 因为公布长相姓名 我们讲嘛 能不能告他所谓的加重诽谤 其实告他加重诽谤 不容易成立的原因在于 我们加重诽谤有一个东西 如果能证明这是事实 而且跟公益无关 那当然会有问题 但基本上来说 这个加重诽谤 倘若他能证明是事实 许多的假官都会认为说 既然是事实 那我就不会拿加重诽谤 来对于对方做一些处理 那这个部分就提供我的朋友做参考 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到98兄弟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今天要来谈另外一个 比较沉重的议题 就是在昨天 高等法院 台湾高等法院做了一个判决 这个判决其实 在今天各大报都是头条 就是有一个桃源的儿子 他在2018年的时候 吸毒 那把母亲杀害 那详细过程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太残忍 听了会很难过 有的可能大家都刚下班 那讲这么残忍的东西不好 但总之一审判无期徒刑 二审逆转判无罪 那当然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后 引起非常多的讨论 法务部长认为 这样的判决有问题 那同时他也表示 法官错误引用法条 会让人家以为 只要是吸毒或喝醉 就可以为所欲为 如果各位对这样的 类似的案例有印象的话 应该是推到今年 还有另外一个判决 今年的另外一个判决 是嘉义杀警案 嘉义杀警案这个判决 同样是法官认为 就是鉴定报告里面 判断他精神 被告精神失调的情况 就是思虑失调的情况 那我们过去讲 这叫精神分裂了 是存在的 所以引用刑法19条 那也就是说 他认为这个被告 当时行为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 辨识行为违法的能力 判处这个被告无罪 当时这个判决也引起 非常非常多的争议 也就是说 他认为说 所以神经病就可以杀人吗 那比较不理性的说法 为什么讲不理性 我讲给大家听 就是比较不理性的说法 就会说 那我也装病啊 我装自己是神经 我就可以杀人了 都不会被判死刑吗 其实这个议题 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我们先等一下 来讲吸毒 我们先讲这个案例 帮各位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就曾经 跟天后没有讲 这个所谓的精神鉴定 刑法19条精神鉴定 大致上的内容就是说 因为我们刑法不处罚那种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 什么意思 比如说当我在梦游 梦游偷了东西 我根本不知道 我当时偷东西 那你处罚我就没有意思吗 你总不能说 我管你的 你就是偷东西 不对啊 我们刑法不是为了 满满足报复心态啊 我们刑法是为了让 犯错的人以后不敢再做 这有教育的意味在里面 就让他以后不要再做了嘛 那请问一下 一个梦游的人去偷东西 你应该做的事是什么 关他吗 但不是啊 是要让他以后不要再梦游去偷东西嘛 所以关他能不能解决他梦游不要偷东西 这件事不能啊 因为你关完了以后他继续梦游继续偷东西嘛 所以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让他去做治疗 这跟我们过去有时候遇到一些怯道屁 各位真的有怯道屁这种东西 我跟各位讲 有人得了怯道屁这种东西会忍不住 他其实钱够 但他就喜欢偷一些小东西来满足自己当时的冲动 那是一种病 那各位啊 我们去惩罚这样的一个怯道屁的人 他下次会不会不偷 我跟各位讲 那个就是不由自主就会偷啦 除非判死刑把他一枪枪毙掉 否则就是会偷啦 可是你为了这种事情去枪毙一个人 是不是罪行相当 很奇怪嘛 所以当我们认定这个人 有真的怯道屁的时候 同样的要做的事是治疗 不是把他抓去关 好 那假设这个前提 各位可以接受就是说 某一个人在行为的时候 假设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那我们原则上来说 不应该论他有罪 这个前提假设成立 那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看 在这个案例里面 他当时在所谓杀害警察的时候 他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 那其实从这个部分 法官不会知道 检察官也不会知道 所以通常要做一件什么事 鉴定 这个鉴定的概念就是说 法官呢 他可能会要求 就是一个精神科医师 先做第一次 然后另外一个精神科医师也来 他甚至要做到三个医生 一起来对他做一些检验 检查他十年来 二十年来的精神病史 他不是只看说 他装风卖傻一次就可以 他要把他一二十年来 的所有精神病史通通拿来看 在看这个人当时在行凶的时候 想的是什么 要问他 还有他跟死掉的这个人 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益的 比方说我们以前最喜欢提的 未必故意 各位如果听过我们广播就知道 我曾经讲过未必故意 未必故意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啊 其实啊对于事情的发生 他没什么意见 最好发生 发生了也没差 那这种叫做未必故意 虽然没有故意 但我们也把它当做故意看 例如什么 马戏团在射小刀 然后呢 那个上面摆一个苹果 我们教科师最爱讲这个案例 然后这个射小刀的人 跟这个摆苹果的人 两个是情敌 射小刀的人早就想要杀掉这个人 苦无下手机会 于是在这一次呢 他就乱射 反正射死了就射死了 射不死算他好运 那这样的心态 我们就称之为叫未必故意 假设这个人真的死掉了 好同样的道理 我们去调查 这两个人之间的恩怨关系就是 他有没有可能戒酒装疯 或是说 他其实知道自己精神账号有问题 刻意把他杀掉等等 这些部分都要调查完之后 他们会出一份鉴定报告 然后这份鉴定报告 就会交给法官来做判断 认定他到底有没有事情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块 那第二块 就是我们讲的 以今天来讲 有人就会讲他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以后 我们吸毒就没事了 事实上来说 19条第三项 我们刚讲第一项跟第二项 第三项有一个条文叫做 自行招致者不适用之 什么叫自行招致 比如说 今天我想要去做一件事 但我没有勇气 所以我就喝酒 借酒装疯 或借酒壮胆 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虽然当下在无意识 我们还是认为有问题 好 那 以前面那个精神失调的案例来讲 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条文 有点难 为什么 我跟你有没有讲 因为精神失调的人 当然会想说 你都不去看病 你不去看病 才会导致你今天 病情越来越严重 各位 通常这样的人都认为自己没病 他怎么会去看 他都精神失调了 他思虑失调的情况之下 他就觉得自己是正常的 他不愿意去看病 他觉得全世界都要害他 那你要求他去看病 这不是很难吗 所以你不能够去要求一个 自己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人去看病 这个不合理 所以法官才会在这个地方 让他没有适用到19条第三项 因为他不符合说 因为你自己不去看病 所以导致今天这件事情恶化的原因 可是各位 我们把它拉回来看 以这件吸毒的案子来讲 其实没有看到判决书 我没有办法判断 可是从高院发布的这些消息里面 高等法院发布的消息里面 我觉得至少有几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就是 一审其实已经做过精神鉴定 做过了之后才是判无期徒刑 那为什么判无期徒刑 其实这个案子应该理论上来说 死刑的机会比较高 原因是太残忍 又是杀害自己妈妈 但是他的两个姐姐有替他求情 表示原谅他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法官在考量到这个人可能会有一些 心神丧失的情况 精神注意力极度减低 所以让他无期徒刑 这是第一次在桃园地方法院 但到了台湾高等法院的时候 很奇怪又再做了一次 那一般而言精神鉴定报告 做两次的机会不高 除非第一次有重大瑕疵 那这个部分可能未来 法官会在判决数里面交代 可是在还没交代之前 其实我们就法律的人来看这件事情 会觉得做两次真的有点奇怪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当然没有错 其实这个妈妈跟这个儿子 儿子并没有杀害妈妈的动机 所以你说这个儿子啊 借吸毒来杀害这个妈妈 可能性是真的不高啦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 借酒装疯 借酒壮胆嘛 他是借毒 借着毒品 让自己敢杀害自己妈妈 这个情况是机会不高 没有错 可是如果他自己知道 吸毒的时候 就会行动失控 精神失控 这个部分能不能适用第三条 就会有问题哦 跟前面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前面状况是他没有病逝感 他觉得自己没有错啊 没有问题啊 各位怎么要去看医生 可是吸毒这件事情 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自己的认知是什么 他的认知是 他吸毒完全都会很正常吗 如果是这样 那当然没问题 可是这个人在吸毒的时候 如果他意识到的是 我吸毒就会乱来 就会大呼小叫 就会想要杀人 或就会想要打人 那这时候 在原因自由行为 这一项的主张上面 就会比较困难 所以 这个部分 其实在我们探讨 法律问题上面哦 会对于这个部分 比较严苛一点 但是高等法院 因为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公布判决书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 律师来讲 比较难去判断 为什么会这样做 只是这样的判决 其实让很多人 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在未来 法官在审酌 这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要想清楚 就是不是故意 要去逆风做一个判断 因为我想大部分法官 应该说绝大多数法官 都是依法审判的 但是就这个部分来说 我们刚提出的 最少这两个疑点 在未来 不管是上诉第三审 或者是对于民众来说 一审判无期徒刑 认为有罪 为什么二审 就认为他无罪 这个落差这么大的判决 在司法改革上 可能有必要再加大力度 让民众对于司法 再更有信心 否则未来这样的问题 层出不穷 对于民众来说 可能会认为 司法就是一个什么 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那这样 无论如何都不好 好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就这个议题 讲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开始来接听call in 有任何的法律问题 不要讲那么沉重 刚刚我们讲这两个问题 其实都很沉重 借钱大概比较常见 但是其他的杀人 大概不常见 那有任何法律问题 我们就可以打电话 进来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么我们接下来接听听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我们邀请第一位师先生 师先生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有关于大楼的电梯 需要太久换新的时候 因为已经使用了30年了 需要太久换新 那请问一下 一楼有必要或说是义务付钱吗 你们有没有管委会 有啊 那基本上管委会会有一个大会 通常是这样 就是召开住户大会来做决议 通常会这样做 那当然啦 呃 住户大会做出来的决议 呃 原则上大家都要遵守 但你身为一楼的住户 你可以去反应说 啊这个电梯我又没再用 那我需要分摊吗 那就由住户大会来做决议 说你是不是少缴一点 或甚至可以不缴 可是这个部分一般而言 都是住户大会在做决定的 不因为你是一楼就当然不用缴 意思大概是这样 那法律有规定说 没有 没有 法律不会针对这个事做决定 他认为这个是公寓大厦的自治管理事项 你们讲好就好 就像有人会讲 他说那我住一楼嘛 我这个呃 电梯比较少用 甚至不用 那我顶楼我也没用 那我可不可以少缴一点管理费 然后有人会说 比如说这个大楼里面 他进出的人 三楼比较多 我觉得他应该多缴一点管理费 这个部分其实在住户大会里面都会讨论 那有些时候 有些住户会比较不服气 就是住户大会他可能用多数决 然后表决过了 过了之后就变成大家要一体遵守 那这个东西当然 你说如果真的一楼认为有意见 针对这个决议 是可以到法院去提告的 可是在提告之前或法院做出判决之前 决议做出来就是做出来 你还是得遵守 这样懂个意思吗 我再讲具体一点就是 倘若啦 这个我们公寓大厦的住户大会 做出了一个决议说 这个电梯总共要300万 那我们总共30户 一人要出10万 然后一楼的就说 我为什么要出10万 我不要出 那这时候呢 公寓大厦这个管理委员会 这管委会可能就来找你说 我不管你要付10万 然后就来告你 这样子 那告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 法院对于这个住户 提起一个所谓的 确认决议无效 或是说撤销这个决议 那你的主张就是 你是一楼 你根本用不到电梯 这不符合公平原则 那你去提告 那看法院认为谁是对的 一边跟你要这10万 一边你反述说 我要确认这个决议无效 那就看到后面 法官怎么决定 那怎么决定 就会影响到 这个就是你要不要 去缴这个10万块 的一个结果 大概是这样 好 谢谢啊 辛苦了 好 其实说真的 公寓大厦的住户大会 它拥有很多的权利 那它拥有权利最大的来源 都是来自于最高权利机关 叫做住户大会 那住户大会 其实做成的决议会 什么都有啦 千奇百怪啦 包含我们管理费要缴多少 包含进出的人口管制 包含来看房子的时候 要不要缴保证金 这些住户大会运作 如果很正常的 都会讨论到这些问题 那当然这个费用的分摊 但是最大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通常我们大家都会讨论到这个东西 那当我们在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就是 好 那有的时候住户大会做出的决议 像很多人就问我一个问题啊 宠物啊 就我们在公寓大厦里面养宠物 那养宠物的时候呢 就有住户大会说 禁止住户 这个让宠物落地 什么让宠物落地 我们那个狗啊 养狗养猫 但遛猫的比较少 遛狗一般比较多啦 他说你这个狗啊 不可以让他碰到地板 你要全程从你家抱出来 一直抱到这个我们大楼外面 才可以把他放下来 这叫宠物不落地政策 为者罚一千块 好了那很多人就会来问我说 律师啊 这怎么合理呢 为什么住户大会可以表决这一类型的 这一类型的条文 那乃至于说 可能住户大会会去表决说 本公寓 或者本大楼禁止养小狗 禁止养猫 这样的规定 那这样的一个决议到底有没有效 当然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 这个决议他做成的法定措施 到底是透过正常法律程序还是没有 有没有召开住户大会 住户大会签到的比例 通过的比例 是特别决议还是正常决议 这是最基本的 可是如果都符合 即便都符合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这个住户 就没有权利了呢 其实我之前看过啊 有那个 有一些公寓大厦 他会去歧视一些商业用户 因为他住商混合嘛 他可能住的多伤的少 他就会要求说 如果今天你是在我们大厦里面 设公司行号 因为你进出人口复杂 我要你多收一倍的管理费 别人都缴一瓶三十块 你一瓶就是六十块 这样 那那个被人家莫名其妙 多数霸凌的住户 就会觉得 你怎么可以这样 他说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用的电梯多 你用的公共用电比较多 所以我就是要你这样付 好了 那这时候就是跑法院而已 我们刚讲所谓的跑法院就是 这个决议做出来了 好 真的有人违反了 这个时候 可不可以 呃 就是管委会根据这个决议 就直接闯到人家家里去要钱呢 当然不行 原则上来说 这个决议做成了 有人违反了 那就有证据嘛 对不对 违反了证据 这时候管委会就要把对方 违反我们决议或违反章程的行为 要有记录 有记录同时附上 管委会做成这个决议的正当程序跟法则 拿到地方法院去告对方 要求对方要这个 等于说 给付这个所谓的违反决议的违约金 好 进去了之后呢 呃 住户就会收到一张开庭通知 那就要去开开庭 这样 那最后面等到法官确定了 那这个时候呢 该缴的就要缴 那么如果不缴 住户大会才可以拿这个东西去强制执行 他并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所谓的 只要直接 只要直接去做好说 反正对方欠我钱 对方欠我钱 我就可以直接 等于说去做强制执行 这个还不行 所以很多公寓大厦 他们做出来的决议 确实在合法性上 是尚待商榷的 那做成的这些决议不代表 他未来在法律上就一定当然有效 因为事实上来说 没有经过法院的判断 这个决议就是一个决议而已 那以刚刚那位听众朋友来说 我觉得其实住一楼的人 最在意的事情就是说 电梯我用不到 但是我却要去分担这个电梯的 使用跟维修费 那这种情况一般而言 我会建议这位听众朋友 在广委会决议的时候 因为他们通常决议都会贴开会通知嘛 那开会通知一定会有一些议程 讨论议题这样子 那那天一定要去 去的时候一定要表决 一定要举手反对 不可以不去 也不可以不反对 那去了表示反对 接下来呢 当然对方因为是多数嘛 2345678楼 我们只有一楼嘛 那可能就是7比1嘛 我们落败嘛 但7比1落败以后 做成会议记录 要去实现的时候 那这一楼的住户还是可以不缴 那不缴以后呢 接下来这管理会 就会来告这个一楼的住户 说你为什么不缴 你付钱 我们根据这个决议 然后这个住户呢 就因为有开会嘛 那有开会 他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他就可以在 拿这个会议记录 一样到法院去反诉 就是确认决议无效 那确认这个决议无效的时候呢 那再加上公司 不是 广委会原本有告他 要求他给付这个电梯的建造费用 那两边就一起到法院去审 那到法院去审之后呢 原则上来讲就会 法官就会做判断 那判断出来 反正谁胜谁败 就会有一个结果 不必然这么惊慌说 他们都用多数暴力 来霸凌我怎么办 其实司法原本 他就是一个保障所谓的 司法原本就是一个 保障少数的设计 所以即便我们自己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到时候到法院去提告就好 这个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 所以总之 公益大厦管理这个部分 就是它是一个自治事项比较多的 那希望听众朋友 未来在考量这一点的时候 可以注意到一些相关的问题跟设计 那这部分 如果不懂的地方 可能要问一下律师 特别是在章程的部分 这都非常重要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了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call in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我们邀请下一位 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你好 是 李律师你好 是 我常常听你的节目 是 就是关于抛弃财胆系程 因为我们家里非常多女生 我是最小的 那我们必须要抛弃给弟弟 那就是上次几次有听到 您说要回写回扣 就是有录音 归扣 就是说妈妈她留银行一个账户多少钱 然后她这一笔钱呢 就是说要给我 然后就是让我随时运用 不用百年之后呢 不需要帮给那个妈妈 那现在就是说 她就是很多个女儿 那他们都没有写这一张 那我有写 那因为我们有去护胜宿所办 明天呢要回到家里去考几菜 那那个是谁过世啊 母亲 妈妈过世嘛 那已经过世了吗 过世多久了 到八月底就是三个月了 所以明天要办 就是我们已经有护胜宿 可是你确定要抛弃吗 爸爸在眼睛上面瞪着 而且 那不抛弃会怎样 我们是 不抛弃 就是因为如果不抛弃 我是觉得对不起母亲 因为 好了算了 反正我觉得那个本来就是不是我们赚的钱啦 只是 我说真的啊 正在公平的立场 我会觉得有点不舍啦 就这样子 倒不是钱 没有说啊 因为照顾父母都是 尤其是美国是没有嫁的 这样子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弟弟是说身份证呢 他需要两个礼拜才会归房给我 因为他妈妈有很多账户 有土地 也有很多股票 那是不是我就把身份证交给他 然后不需要挂力 是不是这样 没有啊 我不建议你给他 但是 就像你讲的啊 反正爸爸一双眼睛在背后瞪着你们 我能说什么 我跟你讲 你今天问我啊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对于法律 不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你问我啊 身份证 我只能这样讲 身份证可以做好多事情 但你如果问我 你说那我是不是不该给他 我只能讲这不是法律问题 这又变成亲情问题 你爸爸一双眼睛在后面看 你敢不给他 如果同理可证啊 懂我意思吗 你为什么要抛弃继承 是因为爸爸要求你要抛弃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在想说 因为爸爸妈妈好不容易 有一个男生啊 那就是说 这个家业的继承呢 也是儿子都应该担当的 那我们不考虑这一些 我是说要保护我自己 那根本证 没有什么 不不不 那就不要给他 你就不要给他 你听我讲 我没有办法保证 一定会有问题还是没有 事实上我跟你讲什么也没用 因为我就算讲有 你也不会去跟你爸爸讲说 爸 我那个前两天听 六十九八那个李律师跟我讲 身份证交给你们两个礼拜 可能会出问题哦 他可能会说哪个李律师 我打乱他的狗腿 乱讲话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吧 你今天 他就是要嘛 我是说 正常程序的话 是不是这个程序 就是说 身份证要两个礼拜 来给那个 那叫地震事务所去办你 是不是这样 这不好说啦 我的意思是 有可能要 有可能要 那你也可以只给他银本 你也可以不给他 我上次已经给银本 他说不行 一定要正本 对对对 我说你也可以不给他 就是他办什么手续 你都要跟着去凑热闹 如果明天的话 我就是签了以后 身份证给他 我有什么办法保护我自己 你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你自己 你只能信任你爸爸 跟信任那位弟弟 没有了 信任 谢谢你 因为我讲什么 其实对你来说 我这么讲啦 站在法律的立场 法律有时候跟人情 这两件事是没有办法相容的 有时候是没办法相容的 我跟你讲什么 怎么保护你自己 你做不出来都没用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 你不应该 在所谓的 好不容易生一个男生 这种思维 去牵那个抛弃继承 我了解 可是爸爸要求了 可是弟弟虎视眈眈了 你不要就是破坏感情 讲得难听一点 如果爸爸现在在听收音机 也刚好听这一台 然后听出你的声音 搞不好他就很生气 明天就说你不用了 你这个女儿不孝 开始这样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事情 余律师因为我有听过你的节目 所以我所有的该保护我自己的 譬如说那个录音啊 或者是请妈妈签名 我都已经办到了 好啦 已经保护到我自己了 对所以我说很好 听这 听这节目这样很好 这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身份证只要给他 我是不是要写一张他收据 就是说他拿出我的身份证 可以啊 但如果他说我不签呢 你要不要给他 一定要让他签才能够 我不要 我就不要 然后你爸就来说 你是在怕什么 你兄弟的给你害 就讲这句话 你怎么办 不行啊 又是李律师 我打到他狗腿 是不是最重要就是说 不是啦 我的意思林小姐 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 怎么预防 可是你做不到 是的 你做不到 我的问题在这里 我了解 因为我们这个 已经很传统了 对 我的问题就是 我教了你之后 明天你去 他一句话给你担当你 就说为什么要这样 凭什么这样 我能够争取得到的话 让他签名 这样会比较 对我有保障 你如果连抛弃继承 都不敢跟他争取的 你明天敢叫他签名 搞不好你弟弟就说 这个我问一下律师 你叫我签证是什么东西 这样 好你可以写 你可以写说 本人像某某某 林某某 借用身份证 办理抛弃继承等相关事宜 保证绝不做违法的事 恐恐说无凭特例辞证 你觉得他会签吗 他就说你这么不信任我 怎么办 他不签 你爸说 因为身份证真的很重要 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知道 可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不是法律问题 那是感情问题 了解 所以我当然会觉得说 你最好不要抛弃继承 最好跟他好好讲道理 最好什么最好什么 可是我们这种法律上讲的跟你自己想的生活上遇到的困境没有办法相容 这时候你只能选择 选择就是我要去面对 因为毕竟这个生活是你在过啊 其他的保护措施我都听理事实了 我都做到了 那这件你要听我的吗 叫他签单句 好的 好 可是他如果不签 你要不要交 我先问你 他不签我就说我忘了带了 再慢慢来 那磨到最后一天他总会签了嘛 对不对 应该会 但是你关系会打坏哦 他会忙 还会上班时间 他跑过来找我啦 我是怕他会直接跟你讲说 你什么时候有空 来 不然他我跟你讲他会怎么做 他说 来 现在我开车载你回去哪 不会的啦 我会聪明一点 好 加油 你一直教我很多聪明的班 好 这太好了 太好了 那就加油 有什么事再问我 好的 好 辛苦了 拜拜 你都逼我都看的 太好了 太好了 那继续看 辛苦了 拜拜 我听到这个 我再倒抽一口气 我刚刚讲的 他去跟他爸讲 他爸会生气说 这李律师都乱嘎 然后炮戏这样 可是我觉得有些东西 真的是情感的问题 我刚一直跟林小姐讲啦 这东西其实 我都会建议听 有没有法律上 你可以怎么做 但法律跟人情的拿捏 有时候在亲友之间 我们真的很难判断 那我只能讲就是 我刚刚念的那一段 如果忘记 就可以再写一次说 就是 本人因抛弃既成原因 那办理遗产登记之故 将这个身份证件交由某人 做保管 那并进行授权期进行使用 那如果 这个 呃 在使用完毕以后 必须规范 并且不能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仅限于办理继承事宜 好 叫他签名 那愿意签就签啊 不愿意签 自己看着办吧 我也没办法 好的 时间的关系 今天谢谢听众们的收听 今天生意清淡还是只有两通 下礼拜再欢迎 听众朋友call in进来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今天我们说明就到此为止 下周见 拜拜